很多朋友,當你有親戚朋友來到多倫多的時候 都會帶他來大龍蝦 我那天拍攝一集 就是關於我們吃了7磅半龍蝦在華麗宮 或者現在去吃大龍蝦又會怎樣呢 今天現在是11時 我們是喝早茶,現在不是晚飯 是的,因為我們的朋友都趕著 原來又要開車去下一程 多倫多只是停一停站 我們就吃一吃大龍蝦 拍一集給大家看一下 好了,餐牌我留意到這個 特價午市龍蝦餐 招牌龍蝦避風堂蟹 5磅以上一隻 即是他可能拿一隻6磅的 是最小這隻的 你可能就要給多一點 通常都是越多不會越少的 龍蝦糕拿來炒飯 避風堂整法 有浸幾指 幾指浸豆苗 吃來吃都豆苗 接著選五個點心 以上可以改,有五種整法 每磅三十元來計算 五磅以上即是八五元左右 或以上 還有其他的,如果人多 就可以叫十磅龍蝦 有八個點心 可以釋除磚便 你看你自己喜歡的那一種 另外一邊應該是平時大家見開的 兩位用八十九元 我和媽媽試過這個 八十九元再叫四個點心 接著就,有些人都覺得這個也值得的 這個就加五個點心 這個是兩磅半的龍蝦來的 兩磅半 是呀,接著吃蟹的也都有 其實五市這裏都有龍蝦、蟹等 有些人,大小姐 有一個意思就是 很多人認為招呼差 上次我試過的招呼好像沒有問題 我又試多一集 看看今次的招呼 會不會讓我找到一些端危 各位,其實我們今天 結果現在選了這個套餐 就五磅和蟹 接著五個點心 五個點心 大家隨便看一看 因為套餐之後 你每個點心之後 都是以699價錢 就不用理會這段價值 OK 在我這些親戚在點心的時候 我都要講解一下 台面上其實我看到的器皿 都是精緻的 就是這樣就無懈可擊 又讓你感覺很優雅 這些碗仔 我上次也說過 是很精緻的 OK,我們下單了 我們剛才叫了五款點心 其實都是很大路的東西 如果 記住這個價錢是現金計算的 剛才有經理過來解釋 我覺得都清楚的 譬如我們有些有問題的地方 都可以解釋清楚的 我還未感覺到 大家意論紛紛都覺得會黑臉 我又不習慣 我都不覺得 而晚試套餐的話 大家如果要選擇的 大概是這樣 這是最新更新的 我們今天看到的餐牌 其實這裡開了幾個月了 我好像是第一批來光顧的 現在感覺 因為它主要現在用了 由這條柱 中間這個island 這邊的位置 最遠的位置 應該都未開放 因為盡量把客人放在這邊 給你看一下 一個VIP房間是怎樣 現在未開燈 有個蠟燭台 都幾雅致的 很多時候會設定你坐這類的桌子 這類的桌子 出入是困難一點的 因為如果你裏面的人要出來的話 就要全部人移出來 噢 放了出來這裡 相信的確在現在多倫多來說 這間餐館是最大型 最... 宏偉 都可以這樣說 是很大 很寬敞 拿了個菜單過來 是晚試的 所以我們找來找去 為什麼一隻乳豬去了哪裏呢 有些朋友想吃乳豬 其實乳豬的combo 都可以的 四位至六位 338 有乳豬有成 有一半隻乳豬 現在一半隻乳豬都要 100多 都100多 100 我當你100 再加上有些龍蝦 有四磅龍蝦 有蟹 兩磅半蟹 一條青斑 338 但記住 加拿大消費 一定有稅和小費 所以338 你賣單 其實已經是400多 如果一隻 還有七至九位 都不錯 鏡頭一開始 現在我們點的點心裏 其中一種 我們點了五個 這個就是 99 蝦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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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它這個價錢 譬如 它一般有兩隻 它有四隻 算是多 是呀 繼續看 繼續看 接著 鮮竹捲 好靚仔 是呀 不過也是某剪 蝦腸 蝦都很大 整個湯浸著 還有呢 不同的佳麗 又不同顏色 你看到嗎 由淺至深 這個最搞笑 這個是燒汁八爪魚 有些好像街邊 街頭節的風格 它有三吋 如果叫正價的話 這個是699 應該都是699 大家自己衡量 這個就當為小食 反而這個 我有興趣試給大家看 其他我不試了 因為其他那些 大家可能都 知道 猜到大概是什麼味 譬如 腸粉 反而我試這個 我們在分別其他東西 Teriyaki 醬 它不是炸的 它只是焗的 它只是焗的 但那裡是寫炸的蜜 就是炸的蜜 口感很奇怪 口感很奇怪 它的麵已經乾了 我或者可能說 這個 這個 是不應該用這個做法 我覺得如果它把它做成 譬如是 咖喱味 會比較開心一點 這件 是 放在那邊 這件就是 鎮豬雞 它有四隻 在699這個價錢 有四隻 也挺開心 是很綿的 很合格 而且它有四隻 吃起來很開心 我們很忙 要招呼太后 我就拿了一件 鮮竹卷回來 鮮竹卷 味道是不錯的 但裏面不夠飽滿 風滿 裏面是比較 不滿的感覺 好像 我們這樣形容 這裏上菜是很快的 因為 我們叫的 就是避風塘 避風塘 避風塘 一定會在底下 跟著薯條 很多人都說 以前是跟白飯魚 白飯魚 成本太高 現在已經很久改了 都是用薯條 擺底 對於竹星的朋友 當然沒問題 但很多人覺得 薯條 都是不吃的 其實我都覺得是 很多時候我看到 是放下薯條 都不要 我都等我的親戚朋友 拍照 我也在拍拍拍 其實我是很讚嘆 很多時候 服務員 他們在廚房 組裝這個龍蝦山 無論多高 也好 多矮也好 我是未見過塌 真的 這是一個技術 反而我很想在廚房 拍一拍 為何他們可以令到 龍蝦山不會塌 因為主廚今天這隻 五磅 當然不會塌 我知道 但有些人喊到十幾磅 他們都是不塌 有些人喊到二十磅 是這麼高的 都不會塌 很高很高 都可以 先拍一拍豆苗 豆苗現在很多時候的器皿 都是這樣古靈精怪 沒什麼所謂 但你發覺 樣子會盡量擺靚一點 豆苗的東西 我想每天都入很多噸貨 因為兩間餐館 都是用 配合也有豆苗 不知道 牛仔骨 牛仔骨 如果你在性價比當中 一般點心裏 都會將它擺成一些特點 頂點 但這個 在它任選的五款裏 是有 我覺得這個是性價比會比較高 牛仔骨 都大碟 各位觀眾 其實在龍蝦 似乎有些朋友來探望你的話 你要介紹的話 真的走不掉 我們這隻是用避風塘 避風塘 避風塘出名的 應該是整堆乾蒜 撒到整個山 我發覺現在的其實已經落少了 還有一件事 薯條 薯條 我可以說 薯條是不合格的 薯條 我覺得有很多餐廳炸得好 這個薯條 我有感覺是翻炸的 大家可能會懷疑 處長所說的 這條薯條 這條薯條 我懷疑是昨天翻炸的 一定不會的 你吃的 不是 我告訴你 為何這樣 因為它炸好薯條 因為薯條要經過第二輪 炸逼的油出來才脆 第二輪的油溫不夠 所以現在變得好像變硬了 會炸成一大批薯條 你不覺得它是昨天的 不會是昨天的 即是它怎樣都會再炸逼的油 這個薯條是非常失色的 很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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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茶餐廳 COSBO好很多倍 我不給那些 炸龍蝦是大牙的 很大牙的 而且它是不會油膩膩 那個龍蝦很乾身 那邊的乾身 你把手印上去 手也不會黏到油 這個是炸得很乾身 這個是要炸這裡 炒飯出來了 全部是青豆 忘記了青豆 死火了 怎麼試 它有很多青豆 不要緊 我幫你逼它 沒有那麼多青豆 昨天我去哪間吃 它都不是用青豆 我昨天去哪間吃 我昨天去哪間吃 我昨天吃哪間 你那天 不是 之後呢 嘩 我吃了一間炒飯 都不是用青豆 我吃到哪間 忘記了 我們千辛萬苦 在這個青豆鎮裡 篩選了一些青豆出來 沒有了青豆之後 感覺應該好很多 它真的有龍蝦糕的味 飯也是軟熟的 它炒得很乾身 很稀 不過如果你像阿傑 不喜歡你有青豆 就一定要說聲 因為極多青豆 很多年前 其實大隻的龍蝦 在超市 你以為要賣 是賣不出的 我想到九磅左右以上 已經是賣龍蝦那邊 那個魚市場那邊 已經哭了 要是減價來賣 不知何時 由這個國內的朋友 喜歡吃一些粗豪 夠大體的食物 就要大油 只要這麼大 就會吃了這個大隻的龍蝦 其實龍蝦一般來說 大家都是說 兩磅至三磅左右 肉是比較嫩的 是鮮味的 而去到這麼大隻 肉的纖維就會比較粗實一些 口感就會 但是感覺上很多波子肉 淡淡肉 是的 但是要打破這件事 一定要有些前人 慢慢做泡沫才行 沒錯 現在是很成功 是成功的 以前來說 我們試過在家賣一隻13磅 回家 那個 賣龍蝦的叔叔 減完又減減 結果減到2991磅 這裏的手套 膠手套 是用這樣的包裝 但反過來 反而它是沒有濕紙巾的 好了 賣單的時候 我們剛才看到 其實它是有計查錢的 因為今天我們的 我又說回來 因為我今天的親戚 搶著給錢 將單就只剩下這樣 就不能夠顯示 每一個細節 因為我記得它的查錢 好像是2.5一位 這裏有4 查錢 2.5一位 另外我們有6個人 總數 總數 連龍蝦 剛才點心 就是191.5 那它有一個 擠了下去 總了一點 就收起來 擠了的服務費 就是12% 就變了23元 總數就變了214元 就已經包了稅出門口 因為我們朋友 用美國的信用卡 找數 他又和你折一折 就給了161元左右的美金 如果來多人多玩的朋友 都順便可以知道一下 如果用美金找數 就會怎樣 我想這次 其實整個食品裏 我覺得薯條是不行的 薯條完全是毀滅性的災難性的 第二就是那個魷魚 那個燒魷魚 其實是多鬼魚的 真是多鬼魚 這個點心 我在其他地方未見過 而且它這樣吃法是很乾 會出了問題 這個就是 這麼幼的魷魚粟 你一燒 無論一燒一炸 它都已經是硬的 所以我希望它 譬如它想 譬如這個魷魚 剛才是沒有頭 只剩下手 頭去哪裏 這些點心是出了問題 但其他來說 譬如龍蝦的整法 它是炸功 很乾身 這件事一定要炸 其他點心也沒有問題 但大路一點 那樣 也OK 還有 大家說 經常都會覺得 這個招呼 是很 眼浪在額頭 不是 通常都是說晚上 因為晚上 它是有幾輪的客人 有些人不可以 吃到那麼多 你就要吹我離開 那種反應 我們坐下午 就很催促 我又不覺得有什麼壓力 招呼都合格了 先更新 因為這個是現金隔 所以剛才我的窗席 都是給現金 是美金的 不過它經理 就是即時用計算機 計算出來